我们开始提问环节吧 请大家举手 Daniel 2022年你输给拉法尔后 你提到过你年轻式的自己已经不再做梦了 而这个比分显然也是差不多的 你能说明一下 你现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跟过去有什么区别吗 对啊 我想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和情况 现在我发现自己比以前更爱做梦了 不光是今天 而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但梦想的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现在的我一个27岁的年轻人 为了未来和现在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我爱我的工作 这正是我能创进决赛的原因 我本来相应的 但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接近了吗 说不准但应该不远流 没错呢 比分是差不多 但我相信这场比赛会有所不同 不过嗯 可能今天还会有人问我下一个问题 我到时候会回答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两年前的那一场 我才是那个因素导致了这场比赛的转折呢 因为你比赛开始的时候打得很有侵略性 很强势 第二盘你都领先到了5比1 可能在第三盘开始之前 你已经开始调整你的策略了 对我没太多像那场跟Rafa的比赛 因为我真的想把它忘掉 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否则我这赛季会输掉好多场比赛 今天我有一次没有了比赛的感觉 就在我以R比0领先赢了两局的时候 我突然停下来 推到底线后面 开始打起了高高票气的球 就是所谓的挑球 我觉得他是开始打得更好 而且调整了一下战畜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我建议他要打得更主动一些 我身体上有点耳泪了 不过就像以往的比赛一样 对手们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他们也跟我一样累 Yannick Boulay 到了第五剧 就跟其他比赛没两样 我努力让自己感到骄傲 我确实做到了 我在战斗 也在奔跑 我在想 哪怕明天推动不了 也无所谓 今天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坚持到底 最终我做到了 到了最后 他的身上腺素有点而降了 但他看起来 没我以前的对手那么累 所以他打得越来越好 我有点二累 我的发球也不如以前了 所以形势突然变了 我就有意识地努力 多回控制拳 因为这才是网球的精髓 这就是他成为赢家 并且拿到降倍的原因 我非常尊敬你 能打完四场五盘的比赛 你能解释一下 这对你的身体 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此外 你准备好明天 参加马拉送了吗 明天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我要坐飞机出行 但问题在于 我并不喜欢飞行 提到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对飞机上的苍牙 和作为姿势 有点纳不准 而且根据我现在的感觉 我觉得明天飞完以后 我可能会累趴下一个星期 不过呢 大五局比赛 体力消耗听大了 这真是难以执行 Hushak比赛后的第二天 我感觉特别难受 Zverev的比赛后 第二天也是一样 昨天在练习的时候 我在想 决赛我该怎么上场呢 但我们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特别是我的物理治疗师 他的工作做得非常优秀 每次我上球场 我总是准备充分 而且比赛是每次都是那样 打了两盘之后 我感觉体力不支了 因为我睡得不好 而且比赛搭了好久 那我们就说是我错了 因为我想轻松电影比赛 可有时候这事不容易 那所以这对身体来说 挺飞劲的 不过至少我感觉 自己没受伤 在这场比赛里 我尝了几个水泡 对我来说听到没的 我不关心它会消失 我已经为这个赛季的 下一个阶段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Daniel 你说过有四场比赛 打满了无判 我记得两年前 你对Rafa的比赛 有一场是大满无判的 还有几场是打了四盘 把这场决赛看作是 前两周比赛成绩的体现重要吗 你是怎么样在前几轮比赛中 巧妙应对的 你怎么分析 并且考虑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怎样更轻松地去升呢 每场比赛都有不同的感觉 今天他打得跟我听像的 都挺有攻击性 球打得都很准 进了很多 我打得不太好 结果他赢了这两盘 为了留在这个竞标赛 并且有机会进入最后的决赛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赢下这场比赛 跟Hurt Kek的无拘比赛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第二盘的时候我真的很热 我真的很高兴我赢了这场比赛 所以确实像Yannick输了一盘还能赢 那当然更好 但有时候你没有别的选择 就像我在场上说的 有一种强大的心态 不必是冠军心态 但得是积极的体育精神 这非常难 输在决赛里挑战性很大 可能比在半决赛 或者四分之一决赛输了 还要难受 但你应该努力去发现积极的方面 比如说决赛比半决赛 和四分之一决赛要好 这是我唯一能说的话 在球场上花了24小时 创下了新的记录 这是你参加过的最有挑战性的比赛吗 没错 真是难以执行 就像我之前说的 Sasha比赛结束后 我有五点才睡 我以前从来没水过这么弯 我记得那次ATP总决赛在伦敦 对我来说特别难 和Rafa大了一场超级紧张的比赛后 我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睡 第二天我的和Dominic大 但我最后还是赢了正常比赛 那真是个挑战 慢慢的经历 在四盘比赛里的大五盘 其实还挺新的 毕竟你有一天的休息 当然是你要是 熬一熬的特玩 第二天起来肯定难受 然后你的花时间慢慢调整 好让自己第二天能恢复过来 但至少我还是有些值得成道的成就 因此我取得了一些将会被历史记住的重要成就 你说刚开始的时候 你打得特别积极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想的决定 用这种不同与其他比赛的方式开始的呢 要在五局比赛中一直保持这样的共识难度有多大 对 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是保持了这种共识 还是在第三轮没包住 但即便我失去了它 我还是会把它和身体层面联系起来 这比心理层面更好动 如果你感到害怕 想要紧紧抓着球 这是可以的 我感觉我的脑子还在全力以赴 但身体就有点跟不上了 我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的 我知道我做不到 因为Yannick现在状态挺好 他能打持就战 即便我身体状态百分百 他也能在场上坚持 但我意识到今天自己不太舒服 所以解释的要剪几鞋 我明白肯定会有几个长会合 但我的尽可能所端自己得分的时间 慢慢来 这朝廷有效的 说实话我觉得那之前运行的挺好的 第四盘 我还有两个破发点 可能就一个 他击球击得很棒 我没选对边 我在一次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Darren Cahill最近来过这儿 他说Yannick大球是球派发出的声音 特别吸引他的主意 我只是有点耳好奇 你是指刚才的事情吗 那你的意思是 他第一次见到Yannick的时候说的 还是今天说的 对 我想了解一下 Yannick发力打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他的球跟其他球员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的力量很强 那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中等的速度 我觉得他是寻回赛力排名前三或者前五的球员 可能甚至是最棒的 因为他打球特别有劲 而之前他打的优点而非劲 因为用力打很难 现在他很少失误 这就是他能够赢得大漫冠和许多其他冠军投线 从而屡次获胜的原因 就我个人来说 我希望在打网球的时候 有时候能打得很顺 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 否则 你应该已经拿下24个大漫冠了 就我个人来说 我希望下次和他比赛的时候 他能想前两句那样失误一些 然后呢 在最后三句里他差点而没出错 最后一句我在想 他可能会紧张起来 我稍微推了推 我说让我来尝试最后一次射击 接着到了赛点 他正首颜线 击处了大概每小时 一比60公里的球 比赛就这样结束了 三年之内你第二次遇到这种事 很多人都觉得挺为你难过的 你有没有为自己感到过难过 你明白别人给你的同情和支持吗 这感觉就像是 我认为呢 表达同情呢 永远是一种的善意的行为 所以呢 我没时间恢复 但我朋友特别多 他们中有些人 每场比赛后 都会发信息给我 包括其他的这个网球运动员 和我的哥们二 我差不多有两三百个朋友 我一直在看 有一些消息 他们都在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 兄弟 送你一个大男人的拥抱 看这些留言的时候 心情挺好的 在经历了一次艰难的事例之后 感觉好多了 因为我一直认为 你知道的 在俄罗斯 我们有句言语 最好是有 这个怎么说来找 反正我忘了 但是呢 有三个贴哥们 而总比一百个反反之交强 你懂得 这些反反之交 只有在你风光的时候才会出现 你一旦失败 他们可不会真心去在乎你 我相信我对这个建议的理解和应用 都做得很到位 我生活在中 有些人特别重要 我努力地把自己 置于那些我信任 并且也信任我的人们之中 我不像人见人爱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但我想要的是 我爱的人也同样爱我 从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闭环 同情是件好事 和Rafa比赛后呢 我感觉真的很不好 我不确定一周或者一个月后 我会是什么感受 因为有时候失望 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我输给Rafa之后 我在想这是不是原因 我不清楚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 但我会尽力保持参加下一场 大漫贯的积极心态 并且目标适应的冠军 中间还会有其他的金表赛 当我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就是要硬 如果不是的话 我主愿跟家人爱在家里 Simon 你前两盘的大法 你的风格和贴近地线的站位 你觉得自己以后 能不能经常这么大 可能是吧 这是我在几千赛期间特别重视的事情 我在变老 我还挺年轻的 不过要是咱们看看诺瓦克 或者其他一开始就很成功的冠军们 咱们可以说他们的大法 开始时候都挺防守或者小心的 我觉得那些想要在体育项目中出类巴翠 并且希望在年纪大了之后 还能保持顶尖状态的人 都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 所以我挥试试看能不能做到 这次比赛我打球 国王大的挺好的 我挺开心的 是的 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轻快一些 我依然坚信 我比赛的根本策略不会变 就是要尽可能多滴 把球打进场里 逼迫对手是出全力 几年前决赛结束后 你说过一些听悲观的话 觉得你小时候的梦想都碎了 今天你的心情看起来好多了 我想问一下 你对这场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是因为比赛走向变了 还是因为这个丹尼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我演讲的时候 我也努力反思自己 做出一些个人的改变 我尽量稍关注别人 多关注自我 这是感觉良好和实现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但其实我做不到 我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 这次的失败可能并没有帮助我实现目标 但现在我已经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我已经能够提升自我 变成一个拥有全新心态的人 我会全力依服 确保这次的实力 不会影响到我未来的比赛和赛季 能够放下过去 专注未来 这是体育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 再次强调 这是首轮比赛 现在我可以提了 因为你是绝对不会提的 就在我对手抽筋的前两三分钟 我跟队伍说我也开始抽筋了 我自己感觉其实还好 毕竟这才是我这赛季的首场比赛 但这抽筋不是小问题 感觉的持续隔五分钟那么久 我动不了 过了一会儿 我就决定回去 我的队友们都在慌乱地看着我 我抽了那个门一眼 发现他抽筋了 我挺吃量的 我意识到如果他体能更强 可能第一句就能把我干掉 后面两句 我拼了明帝不露出弱点 我几乎走不了路 他走得也不太行 我尽量不让他看出我有多挣扎 那情况真是太疯狂了 不过我跟你们说这些 其实是想说 我可能第一轮就会输 我对未来感到兴奋和期待 恭喜你取得的接触成就 诺瓦克提过 成为父母对他作为球员 以及个人成长 有着显著的影响 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你的孩子去年也收了犀利等等 你能分享一下这些经历 带来的情感变化 以及他们是如何塑造了美的位界 赴作为球员和个人的成长吗 我总是在说 诶不知道这次经历 是不是真的改变了我 作为球员或者是作为人 但我真心希望他有这样的影响 因为这毕竟是人生中的 一个重要历程碑 从开始到结束 你会经历一系列令人亮探的情感 大家都说这种感觉 会伴随你知道生命终结 对还能说啥呢 我希望我的孩子和老婆 对我感到骄傲 这个比赛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虽然还有其他的比赛 可能没那么重要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我接下来会尝试阐述网球 和于二十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 那你可能网球大的好 但做父母可能不行 反过来也一样 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好父亲 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网球运动员 那个比赛真的太精彩了 你能强强压尼克吗 在ATP巡会赛总决赛期间 你说过如果他保持这个水平 他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球员 显然他赢得了大满关 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球员吗 还是你觉得Novak才是最佳的 我觉得网球有排名 是因为在这场比赛里 他是全世界最棒的球员 所以他赢得了大满关 但是咱们永远也说不准 接下来会发生啥 现在他排在帮手 如果他能保持这种状态 继续应比赛 迟早他会成为世界第一 不过咱们总是无法确定 未来会怎样 网球生涯可能会包含 很多不同的方面 这就是我爱网球的原因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如果他能继续保持健康 而且在比赛中 还能像这次一样发挥 迟早有一天 他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球员 很多球员在他们的赛季和职业生涯中 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时刻 我们来观察一下 Yannick讲如何管理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我在比赛中能拿到第二名 我也会尽力待在附近 我会尽力待在附近 我会尽力待在附近 我会尽力待在附近